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言,我们的节目主持Larry 这一节都不算是世界台消息 这一节都当是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形式去说 希望喜欢听这些战断的朋友会喜欢听 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昨天在礼拜二发表了声明 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要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 他这句话可圈可点 究竟你参与联合国体系代表是完全参加还是部分参加呢? 这些语言艺术真的令人欣敬 Anyway,我们今天会和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大家记得帮我们like这条影片 我们会多些朋友可以欣赏到看到我们的分析 另外,记得帮忙看广告 短广告可以十多秒点看 长的看三十秒或以上都可以了 另外,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和patreon 课金和cls,即是释取专辩 好,我们回来看看布林肯的声明情况 也是挺狡猾的 当然,他们也说自己完全遵循到以往 中国、美国、台湾等等 那些位置完全没有越界 布林肯也在声明里说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 所以台湾的模式很适合现在的普世价值 即是我们说联合国的价值 包括资讯透明、尊重人权、法治等等的情况 台湾全球之中也是一个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 例如我们经常说台积电 旅游文化教育疏流也是 于是很多人会想 究竟他有什么组织去参加 例如说到旅游文化和教育疏流 是否会参加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另外,我们说到经济的部分 是否会有机会进入世贸 或者我们说到人权法治 是否会进入安全理事会 这才是我们整件事最关心的核心所在 当然我们会观察美国国务卿总统和拜登 总统的言论其实是互相呼应的 如果大家记得几天前 拜登接受访问 问到他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的时候 美国是否有义务或责任去防卫台湾 他说当然必须要的 你见到拜登这个 我们当时就想是否他失言 你见到国务院或者白宫那边 发言都立即遵循三个公布 以往一贯政策的东西 但现在看看布林肯和他 他好像互相呼应的形式 我们说到台湾 即是美国说到 应该邀请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组织 我相信他的意思 就不是正式这么快 把他放入安全理事会的位置 否则一定的动度相当大 尤其是古巴会率领五六十个国家 也会反对 所以先试试水温 可以加入其他联合国的组织 因为在布林肯在声明里也说到 台湾其实有很多贡献 贡献包括他们在卫生上 例如今次COVID-19武肺里 有一个超卓的世界级防疫表现 但没有办法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交流 所以我们相信WHO可能有机会 由美国邀请台湾加入的情况 也说到台湾科学界、技术界、 商界人士、艺术界、教育界 很多人权界不同的地方 都没有办法参加联合国交流 所以就会有损害到联合国 和其他相关机构的工作 若你将台湾排除出去 因为台湾事实上都可以 一个很大的贡献 另外布林肯也说到 其实今次也没有违反到 就是我们经常说三公报六项保证 三公报有很多的 上海公报、817公报等等 电交公报等 其实美中三公报主要是说 对台武器出售会减少 就不会令两岸武力失衡 其实当初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局 和中国民局两个之间 其实都有少少武器科技的代差 所以当时台湾是远远领先的 包括你看到他们的空军 有F5 甚至乎对方也有U2的偵察机 所以减少对台军售 某程度上也令两岸比较平衡 另外台湾关系法 尤其是六项保证 这些是历界的总统都需要去看 所以可以这么说 理论上六项保证比三公报 可能美国总统更加重视六项保证 所以如果美中三公报 会抵消对台六项保证的话 我相信六项保证会比三公报更清先 另外我觉得最大的震撼莫过于中国这边 所以必须发言人、赵立坚那些 都要立即出来说 尤其是他们都要强调 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冲局 他们自己里面的东西 要向美国提出验证交涉 美国认称现实确守承诺 坚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络公报 这也是老调 最主要是北京六中全会正在开 六中全会很重要 六中全会也是习近平五年任期的最后大会 这个大会是一个完美收官位置 要是中间打扰落并 那当然是来势匈匈匈匈匈�ISH 另外也看见布林肯 这剧币棋的变化 其中一個主因是來自於中國 都頗嚴重打壓台灣現在的生存空間 大家會留意到包括國際線 例如我們說,立陶宛 近來也有台灣霸市處 想建立,所以中國威脅要斷教 也看到中國倡議17加1 即是歐盟和中國自己 立陶宛率先要退休這件事情 亦引起了一個連儀效應 所以打壓的空間會大 當然也有之前的捷克 即是國會議員等等的情況 所以中國在情況上 都會要求每個國家遵守他們的一中原則 但我們都關乎現在中國要求西方 這個一中政策似乎開始慢慢失效 所以似乎現在越來越多個國家 都開始承認台灣的地位 甚至乎他們的感覺就是 其實一中政策是沒有失效的 因為其實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各國當中 不過 本來實際上只其只有一個中國 而中國只只只指PRC 反而我們觀察台灣變成為Tai-1 這是立陶宛使證明 即是我們以正之名 定名中華民國為台灣的意思 因為不想再在一中政策內九錢 所以这会不会是接近一个老根急转弯 其实也是咬文着智的游戏 不再叫Republic of China,而是把它转为台湾 当然这就变成一中一台的形式 也是经常说一中国表那种tricky的表述 当然我们另外会看到中国劝法帝刚 未来就要选择是否需要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 这是一个前提 相信教宗真的会废杀思量 因为整件事都蛮影响到中国千千万万的天主教徒的生活 有没有机会救他们出于水货之间 这个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究竟教宗一念的决定究竟会怎样呢? 我们真的觉得一念天台一念地獄 所以他真的要慎重思考 但我觉得你这样逼教宗 教宗就是一个世界宗教的领袖 当然是世界领袖 你硬要他逼他做一些禁行降线的政治决定 可能有些西方国家真的看不过眼 另外也有一些impact大家要注意 因为似乎现在布林肯的说法 他一定认为台湾不是中国被统一的独特散分 这个就是国内的声音就是台湾的一个rebellion 即是一个叛军组织 即是占据着一个島 一个省份 应该是属于中国 但他自己是叛变独立 所以你感觉他就好像政府军和叛军的状态 叛军现在割据支持 在台湾岛苟然残存 所以他不是一个合法地位的国家 但你观察如果布林肯现在这样的说法 邀请他加入联合国 即是一个国 所以就是说台湾不是一个省 而是一个国 所以大家真的要非常注意这个情况 另一个后果 我想中国也不想见到 美军突然会增派军官 而入台指导台军 大家都知道 现在美国在台协会 其实都是一些美军陆战队的军官进驻 一个军事顾问组织 即是雪村鸟 你都可以当是一个美国的非常小型的主军 不过就不是士兵的军官 军官当然有异议 因为理论上是一个指挥的体系 有什么事呢? 增兵其实很快脱 就可以做到协调的作用 当然跟日本和韩国的驻韩驻美军 会有些不同 他们的身份平时都是穿西装上班 但他们的性质其实都没有变 其实都是一些军事的advisor组织 有什么事呢? 平时就指点一下 即是台湾军队如何去打仗 近期他们也有review到台湾的战力 他们也会表达担心的情况 Wall Street Journal也说明 台湾现在的战力真的不太行 不太行分两个东西 一个是正规军 一个是后备役兵员 后备役兵员其实在台湾不少 有上百万自重 但他们的训练如何呢? 怎样可以令到他们保持战力呢? 真的要考考 美国海军陆战队 可能要派更多军官进去 上次说派了二十多位进入台湾 指导了超过一年 但未来会否再增派更多呢? 就像老虎所说 是否二百四十位呢? 到时你真的会轟炸他呢? 这个当然不知了 但似乎中国也会担心 美国会否再增派军官进入台湾指导他们 当然另一个更可怕的是 会否借着这个时机 未来成绩 在2022年杯葛北京的东奥 北京的东奥在下年年头 一月左右就举办 其实日子相当迫近 之前也有些国家声言 可能会杯葛北京的东奥 究竟在这么敏感的时机 10月底11月提出 是否想组织一次 杯葛北京冬奥的一个藉口 然后诚勤杯葛北京奥运 给一个很大的压力给习近平主席 始终北京举办东奥也是全国面子的工程 究竟整件事有没有机会 可以逼到一些谈判和和约出来呢? 我们也会再去做观察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生存空间 最近大家知道 很多军机都在环绕着台湾 看上去似乎 这种感觉都是步步进逼台湾 收窄了他们的空军和海军空间的情况 另外,蔡英文的任务 其实也有很多国家 现在都被他撕掉了邦交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就是我们说过之前 很多不同的国家 甚至是所罗门群岛 这张图可能都未够更新的 所以你会观察到 其实台湾的主要邦交局 你看这图也看到了 包括有南太平洋这边 例如柏楼 你会看到这些地方 马兽尔群岛 你会看到基里巴斯等等 另外,主要集中在中美洲 包括伊地马拉 匡多拉斯、海地等等这些国家 这些地方你会发现 其实主要在南太平洋和中美洲 其实南太平洋和中美洲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根本就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大家要明白 中美洲和南美洲 基本上是美国的后花园 所以理论上是不能碰的 感觉就像什么呢? 就像对中国来说 朝鲜半岛的情况 所以朝鲜半岛对中国来说 也是个核心利益 也是不能碰的 另外也提到 南太平洋这个位置 因为事实上 美军在澳洲也有大量的军事资产 所以澳洲的安危 就等于美国的利益 即我们说的国家利益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看到 索罗门群岛之前 中国的华为曾经提出 帮它们铺换海底电纜 很快说澳洲会要付金 索罗门群岛毁约 然后也是要西方公司 亲自铺换这些情况 因为不想被偷听到海底的情报 大家就明白到 華为现在5G被全球以美国为首 禁止它参与不同西方工程和基建的位置 主要是保障美国全世界包括南太平洋 中美洲附近的势力都不能被你侵阅 我们会继续看到一些美国的后续行动 包括未来美国和日本 我们相信侦察机一定会不停穿越在中国沿海附近 你看到RC135经常在冲城的空军基地起飞 在这些空军基地不停派RC135 有时射导弹派眼镜射球也不奇怪 平时我们派RC135W在飞 收集给你的资讯 EB3E当然可以 便可以去飞去窃取无线电的情报 另外也有我们经常说 胜利号或无瑕号 也会在南海一带 主要是偵測到下面的水民 上次我们说到潜艇 海浪级的潜艇甚至在下面有个插座 所以你看到南海的地图 其实有必要不停更新 你也看到无瑕号到胜利号 不停更新更新南海下面的地貌 地形等水民转变的情况 在这位置我们相信 SESBI会有很多图片 就是究竟美国这边有多频繁 侦察的活动出现 当然另一个焦点是 美国是否只有一把口 还是真的会有行动继续做 另一个就是 会否邀请台湾进去联合国大会内做讨论 这个做讨论做表决 这些会否做 会否得到西方大部分国家支持 甚至拉拢到一部分 原历堵向中国的支持 这个真的要谈 我们就尽管看看布林肯 和美国总统拜登的压力 如何说服大部分国家 可以被台湾加入 参加一些不太太核心的组织 例如WHO或者其他经济 或者气候代表那边的会议 当然另外也有很多专家去谈 究竟这个会否踩到中国的红线 未来会否中国、美国、台湾甚至日本 大家一起兵庸相见的情况 我们的看法暂时未能触碰到 虽然名义上你可以邀请他 但其实十八都未有一篇 所以以至中国的惯例 通常都会谴责一下你 外交上的辞令先出了 战狼外交出了之后 再看看美国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 不过官乎美国之前的军机 我们说C-17也好 C-130也好 其他军机的降落也好 暂时除了外交辞令之外 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事 是否代表中美台日 几个国家 暂时未看到 不过局势就会紧张 局势的情况也会拉升 所以究竟会怎样呢? 都要观察 以及中国的红线 就好像移动城堡 有时都会有少少移动 有点弹性 究竟会怎样弹法呢? 我们都要观察 就算打我们都经常说 打应该都会打大台北的位置 所以究竟我们要看中国来的海军 海陆军集结的情况 以及打之前 我绝对相信军委主席要下去 尤其是海国陆战队的总部 我们说的蝎阳和汕头那边 就要做一个检视 以及我相信也会有些对话出现 一些特征对话出现的时候 大家就要陪加小心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去报导 即是美国高调地宣布邀请 台湾加入联合国内 某些组织的情况 究竟对全球报告有什么启示 我相信还要再多看少许美国 未来有什么后续动作 我们才会再多看少许短矮 另外,大家可以帮忙看我们的广告 有长有短的 短广告10来20秒 可以全部看完 长是30秒或以上 应该都可以的 另外,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现在接近4万人的订阅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可以推快一点点 另外,也可以订阅我们的PATREON频道 叫做咖啡价钱 支持我们用广东话的坚持 继续为大家提供 最亲切语言的军事频道消息 另外,也可以课金支持我们的坚持 包括恒生银行、Payme、转素快和PayPal 另外,记得like我们的影片 comment和分享出去 给很多不同的朋友 也认识一些正确的军事知识 好,我是你的节目主持Larry 我们在其他节目里面再见 拜拜